Hello 大家好 我是菠萝包 整个星期已经震入立冬 立冬是传统24个节气其中一个节气 即是已经震入冬天 天气会越来越冻 为了可以过一个暖粒粒的冬天 今天就煮一个猪脚羹 吃完包你全身都暖粒粒 这个冬天就不怕冬了 今次做这个猪脚羹是简移版 如果你喜欢的话随时都可以煮来吃 用来煮猪脚羹的材料有 有姜、醋、蛋和猪脚 猪脚大概有700克 如果你喜欢吃多肉的话 就可以选用猪手来煮 猪脚买了回来 要先冬水落锅蒸去飞水 猪脚飞水我还会加入一瓶盖的酒 可以去一去猪脚的酥味 飞完水之后最细干净 然后放在一边备用 姜 这里有200克 我们应该选一些老的姜 老的姜它的功效就更加好 我们要先将这些姜刨干净皮 那些姜刨完皮了 那些姜皮也不要浪费 可以保存浪干 可以用它来煮水、洗澡或洗头 那些姜就处理好了 由于今天这个是快速简移板 所以就将这些姜切片 它的厚度就随意拉 切片拍一拍 等它快点出味 那些姜刨完之后用拔锅 然后用盲火 慢慢地将姜的水器炒干 要将这些姜炒到有少少焦焦的 就可以关火备用了 煮猪的羹全部都是用醋来煮的 所以最好用牙煮来煮 先蒸500毫升的甜醋 倒入到牙煮里面 然后再加入150毫升的黑露米醋 这个时候你可以先蒸它拌均 然后先试味 调校适合自己的口味 加完醋就可以蒸炒好 然后加入猪夹了 然后盖上盖子拿去煮了 这些就是刚刚煮滚了 然后调校适合盲火 等它慢慢地煮30分钟 30分钟之后 这个羹醋就煮成这样 可以用筷子翻拌一下它 接着就可以加入10毫的鸡蛋了 接着就用筷子移一移空间 让鸡蛋都可以浸到点醋 然后再盖上盖子 然后再盖上盖子 接着就关火了 等它浸一晚 这些就是浸了一晚的羹醋了 它面上的油都挺多的 现在就用保鲜纸 吸一吸那些油走 之后再盖上盖子 用慢火慢慢地煮滚 煮滚了之后 那些猪脚和蛋的颜色都很漂亮 第二天煮滚之后 还要煮多久呢 它的时间 视乎你喜欢猪脚要多厉 如果煮多15分钟 那些猪脚吃下去就会有咬喉 如果再煮多30分钟的话 那些猪脚就会最厉害 味道已经下了醋 它食溶粉和不会太热 那些蛋经过醋浸泡 它已经变得很实正了 吃下去有口感 而且很香 让我先试买猪脚 第二天的猪脚 我就煮多了15分钟 我喜欢猪脚吃下去有口感 吃下去硬硬硬硬 它不会太腍 最后就盖上醋了 它吃下去不会太甜和太酸 它的甜酸度刚刚好 如果你喜欢就记得煮下去吃 请你分享给你的朋友 请你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 开了旁边的钟 我七星片就会通知你的 多谢